颱风来了 搬也搬不匀 台也抬不匀 阿表你看 这么多树怎么办 阿表 上面住的直装箱 会不会被吹走 今天晚上要小心一点哦 应该不会 我们现在去外面看一下工作 颱风还没到 这个就早了 这么多根本都搬不过来 这种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一下 村长 你昨天安排的工作我已经做好了 叫那些阿姨把这个灌服大的 已经修剪好了你看 好 这些灌服小一点了 应该问题不大 下雨了下雨了赶紧回去了 赶紧了下雨了 没有啊 台风马上就来了 你要把这个棚的薄膜全部放下来哦 好了 你要确保每一个棚全部的剪夹一遍哦 好 现在我们把大棚都全部弄满了 库全妥妥的够了 这些西瓜苗在大棚里面应该问题不大哦 我们再去看一下哄油翼 这些油翼问题也不大 不要 我们去场外看一下花枝树 这些公摊面积比较大的树 我们都种了几年了 它比较大了 如果说被吹断了 就很可惜的吹歪了 所以说我们昨天的安排公园把它砍掉了 这样的风阻就没有那么大 就不会被台风拔起来 该做的我们已经做了 因为这次台风等级比较高 我们希望这样做能把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 这种小的还没达标准的话 该修剪的我们已经修剪了 该做的工作我们已经做了 希望这是老天爷赏饭吃 大家如果喜欢绿植的 关注我们 再见